大家好,今天晨曦跟大家介绍一本书,书名是《你比想象的更勇敢》,作者女王在封面中写道,在生命的裂痕中为自己盛开,勇气是人生唯一必须的配备。下面是这本书的节选。 谈到勇气的课题,其实我觉得最难的不是面对自己,而是面对别人,尤其来自于他人给予自己的伤害。不管是有意或无意,人性的黑暗是我们成长到现在都要不断面对的课题。 别人带给你的伤害可能有嫉妒、骂骂、嘲弄、贬低、歧视、许多言语、文字、甚至行为上的伤害。 人生中总是不免要面对人性的黑暗,许多人过不了这一关,走不出来就会一直活在痛苦中。 很多人觉得我是个乐观开朗的人,应该不太会被他人所影响吧。 其实我从开始写文章、出书、成名后,一直不断面对别人对我的议论、批评、恶意的言论、谣言等各式各样的攻击。 老实说,我并不是天生勇敢。 我从一个胆小懦弱的女生,现在变得比较坚强、阳光、不活在伤害的阴影下,这一路走来,真的非常不容易。 从我开始在网络上写文章,后来出第一本书后意外畅销大卖,成为所谓的畅销作家,其实我内心并没有准备好要面对这一切的。 那时候,总会有人损我只是运气好,以后会将难才尽,说不定只出了一本畅销书就不会有下一次了。 那时,我听了很难过,不懂为什么会遭到别人这样的贬低,或许别人真心觉得我运气好吧。 但,我还是持续地写作,我不想要被哪些看衰我的人击败,我继续出了第二本、第三本书,大约一年一本地写下去。 当时我开始在我的字界,抬头上写了作家,也遭到别人的酸言酸语,认为我只是写书凭什么自称作家。 我感谢那些曾不看好我的人,让我可以坚持下去,写书写到现在十年了,维持自己的创作习惯,也是因为我想要证明给自己看,我可以做得到。 同时也想让那些不看好我的人知道,我不是随随便便就会被打倒的,因为坚持到底,不随便放弃,是我的人生哲学。 我知道写作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,我总是努力地希望自己能够写得更好,让文章可以帮助别人,带给他人一点温暖和正面的力量。 即使再累,再忙,我也要努力一年出版一本书,走上了这条路,没有一刻是停下来的。 但我慢慢地发现,这个社会并不流行走这个路线,当网络越来越发达,言论越来越自由时,许多人可以藉由批评,骂人一袍红,用消费名人来自抬身价。 我也莫名地常被他人拿来消费,做文章,也容易被与我相似的人当作假想敌,我一直很难理解为什么。 我从开始写作到现在十年多,从未批评别人,也不会用消费名人话题的方式去充电阅滤,拉抬自己。 有的人好心建议我,让自己变得更红,更多人来看,增加更多粉丝数的方式就是去批评,骂人。 但我真的完全不想,这条让自己更红的捷径不是我想走的路。 我傻傻地相信,长久经营自己应该是要保有创作力,有作品,对别人有好的影响力。 如果我只是个制造仇恨、对立、口水的人,我会讨厌我自己。 当然,对别人善良,不代表别人会对你善良。 我总是要面对一些我所不认识的人对我的误解。 一开始,我都会很善意,有理地去回应他们我并不是这样的人。 但久了之后,我发现,其实他们根本一点也不在意,他们要的只是批评过后的口水高潮,点阅率。 而我,只是一个被利用的棋子。 老实说,以前经历这些都会让我非常难过,因为我从来不会这样对人,不懂为什么别人要这样对我。 后来我慢慢懂得,原来这就是人性的黑暗。 并不是你对他不好,你有伤害过他,而是他就是看你不顺眼。 因为你有他没有的,或你看似过的好一点,他就会想办法拉黑你。 有时候,我会自己在暗夜里哭泣。 我不是一个喜欢把情绪、压力和不快乐抒发给别人的人。 我觉得这样会造成别人的负担。 所以,你也几乎不会在我的粉丝页看到我写什么太低潮,需要讨拍的文字。 因为,我也不希望我的读者担心我。 所以,我学会自己去消化,承受。 这些年来,我从一个懦弱的人变得越来越坚强, 或许,也要归功于那些年来日积月累的伤害训练吧。 这真的非常辛苦,我的心脏就是这样,练得越来越强的吧。 最严重的谣言,伤害,应该就是我结婚时。 有我不认识的人,恶意造谣,我的另一半是小开,甚至是日本人。 这样的谣传,我一开始以为只是恶意谣言,只要澄清就好。 但后来发现不是,在媒体想要炒作,许多人想要消费你时,根本没有人会在意这是不是谣言了。 没有人想要查证,所以假的变成真的,甚至也没人在乎是不是真的,因为他们只想要骂而已。 我一直没有重提这件事,结婚四年多了,我相信真的就是真的,又何必一再解释呢? 我没有去攻击着造谣的人,因为我也不认识他,也没有回骂那些搬弄是非的人,因为我不是个好战之人,对于那些莫须有的攻击,我选择不再回应,担忘,放下。 但是,回想起那时候经历的风暴,我真的差一点过不了那一关。 我觉得自己连累了另一半和他的家人,公婆从没怪我,甚至还安慰我,让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。 一个老人家看着电视新闻说自己的儿子是日本混血,做何感受? 明明是道地台湾人啊,我也很对不起我的另一半,曾想如果他不是跟我结婚该有多好,他就不用去面对这样的误解和压力,好端端的一个自食其力,认真上进的好男儿被误解,认谁也都很难接受。 当时我还曾想过,反正也才刚结婚,如果这时候分开,放另一半一条生物,或许对他才是比较好的。 就在我过着以泪洗面,被谣言攻击到无言以对的那段时间,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另一半,家人都没有责怪我,给我压力。 我婆婆只跟我说,要勇敢,要幸福哦。 于是,我放下想要放弃自己,自责自愿的心态,我决定要好好站起来,为自己的幸福人生努力。 即便总是有人会笑我,唱衰我,希望我不幸福,希望我离婚,我还是不能被他们打倒。 因为我不能被别人的黑暗所影响,我要往我的阳光之路前进。 于是,我好好经营我的婚姻生活,持续创作,写文章,我不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,也不写任何负面言论,想要攻击我的,伤害我的,我都不会反击,不伤害他。 这是我觉得自己能做到的修养。 有人问,能够对别人给你的伤害微笑以对吗? 我说我现在可以办到了,我不会有恨,因为我不想让我的生活充满了恨,我会理解他们,因为他们需要恨。 但我不需要,我只是在心里笑笑地感谢他们给我的力量,让自己更强大的力量。 面对他人的黑暗,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走过。 有人问我,要怎么走出来,像我一样恶观? 我说,其实你真的要懂得分辨你自己和他人是不同的,你不能控制别人,左右别人想什么,但你可以控制的是自己。 不要因为别人说的一句话而轻易影响自己或活在别人的情绪里。 这当然不容易,但在多次锻炼之下,多被伤害几次后,你就可以找到快速复原的方式。 你会知道,什么是重要的,什么不重要。 还有,不要为了不爱你的人伤害自己,而要为了爱你的人好好活下去。 现在想起来,这么多年来遇到的一些伤害,我以前会责怪,会觉得自己倒霉,现在成长了许多。 反倒是感谢人生中曾经有过那么多不美好的经历。 如果我没遇过这些伤害,我不会变成一个更有同理心,更温暖的人。 如果没有遇到那些人性的黑暗面,我不会去找到我的阳光。 我很喜欢一句话,做一个懂得事故,却有不事故的人。 我们懂得人性的黑暗,但我们不用黑暗面去对人。 现在想想,我当时做的选择是对的,我把专注力放回我的创作上。 持续让自己不断地努力写作,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,有更多作品,这才是我更应该做的事。 不是吗? 也谢谢你们,亲爱的读者陪我到现在,这也是我持续努力的动力。 愿你们也能一同勇敢面对,走过人生的低潮和伤害。 只要你不放弃自己,未来的你,会感谢现在的你。